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台阳机长 日常开车在停车的时候,特别是在一些小区,道路很窄 停车时为了不在用过道空间,经常需要把车停的离路牙子很近 等开车走的时候,稍不注意,方向盘打的角度过大,就会刮蹭到前轮 下面我来实测一下,车辆距离路牙子多远,打满方向是安全的,不会刮蹭到 我们在靠边停车的时候,最小距离一般也不会小于10厘米 那就先测试一下,前轮距离路牙子10厘米,打多少方向盘,不会刮蹭到 现在我向右侧打一整圈方向,我们下车来看一下 大家看,打一整圈方向,车轮与路牙子之间还有一点距离 这说明,车辆距离路牙子10厘米,打一圈方向,把车开出去是安全的,不会刮蹭到 这一次我把车辆与路牙子的距离扩大至20厘米,再测试一下 现在我向右侧打满方向 我们再下车看一下 大家看,打满方向,车轮与路牙子还有6至7厘米的距离 这说明,车辆距离路牙子20厘米,打满方向把车开出去,是不会刮蹭到的 这辆车的车轮比较小,我用另一辆车再试一下 现在车与路牙子的距离是10厘米,再测试一下这辆车 向右侧打一整圈方向,我们下车看一下 大家看,这辆车与路牙子保持10厘米的距离,打一整圈方向,也不会刮蹭到 这一次同样把车与路牙子的距离扩大至20厘米,再测试一下,打满方向会不会刮蹭到 现在我向右侧打满方向,我们再下车看一下 大家看,打满方向也不会刮蹭到,通过用两辆车测试对比 在停车时,只要与路牙子保持20厘米的距离,打满方向开车,都不会碰到轮胎和轮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